持續看到備受爭議的話題 中共海協會長陳德明下星期二訪台 不過因為台灣立法院正在辦理福茂公廳會 陳德明選在這個時間來台 是不是為福茂施壓引發關注 福茂協議先簽後審 台灣內部反彈不小 協議卡在立法院 中共頻頻放話 要福茂快點通過 而海協會長陳德明下週二訪台 時機敏感 是否施壓福茂協議 陸委會否認 我想立法院在進行福茂協議的審議 都有按照進度在進行相關的行程 那陳會長他來台主要進行會務交流 那兩件事情並沒有相關 所以我相信互相之間應該沒有影響 抗議團體已經準備好 在陳德明下飛機開始 要如影隨行嗆聲 讓中共官員聽見反對了聲音 海氣會則是對陳德明訪台行程保密到家 連媒體都是前一天才用簡訊通知 陳德明訪台 北周南走透透 預計會見郝龍斌 朱立倫和胡志強等地方首長 並且考察航空城與海港 為兩岸自由貿易區結合作宣傳 新唐里的電視 沈威彤 柳姿營 台灣台北報導